大家好,今天继续来做三国之九的游戏视频 上期我们刘善带出了一个二弟子 就是这个妹子叫蔡湘华 虽然年仅22岁,但是颇有大将之风 还学会了步兵系的最强战法奋训 上期评论里看到有人说奋训战法已经失传很久了 可以看一下 现在全国会奋训的就是这些 除了山岳跟南满以外 会奋训就只有我们师徒二人 等于让这个失传已久的武学重见天日 然后我们在西北和枪兵作战也是占据了优势 但是很快我们的外交形势就急转之下 旁边几个势力连起手来 对我们形成了一个包围网 评论区有人说跟当年安居平五路的局势有点像 看来一下还真是啊 西北有枪兵 有杨户等人率领的卫兵 南方有从交州来的无兵 南满大王也有点蠢蠢欲动了 这边友好是中立 那就等于说随时都有可能打过来 这已经四路了 最后在荆州方向 这个路亢不声不响 囤了也有六万多人了 这消息打谁 你不能告诉我是想北伐打襄阳吧 和三国之九AI的一贯作风 十有八九肯定还是要来打我们 这一算正好是五路 但是我们的情况跟当年可不一样了 当年我们人才济济 赵云马超魏严 拿出去直接独挡一面 现在确实不行了 所以说我们只能改变战略 力量一定要集中 平他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 那到底去哪一路 我觉得重点啊 还是先把枪兵打掉 因为天水是我们的北伐基地 只要这个枪兵还在后面 我们北伐就不可能安稳 那魏军想来 其实根本就不怕的 肯定能守住 等我们把枪兵打掉 那就再没有后顾之忧 西北这几个城呢 说拿就拿了 永安方向我们就以防守为主 这个城防御属性是非常强的 里面射台陷阱 那至于南中 实在不行 那就可以放弃 但是呢 我们要先把士兵争一下 不能留给吴国 上回和刘俊被搅乱以后 对我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我们就争一下兵 然后杨绩毛炯两位将军 焦州战神出战 来看一下战斗 杨绩对刘俊发动了沿线 又是两千多人 诸葛尚对枪武将发起奋斗 2022 廖化也来奋斗 我还触发了暴击 你这个暴击放的 剩两百多人你在这暴击 枪武将这是被灭队了 哎等等 刘俊这是干嘛 要跑 但是霍益 马上来了一个三联奋战 这是对枪武将发动的 这是发生在天水 我们看不到 姜维又是一个突进 403 好吧 另一队枪武将也全灭了 然后罗线队的胡迹 再次对刘俊发动火箭 刘俊受损一千四 这没跑掉 现出混乱了 这个时候 廖化带领士兵雷玉 前来参见刘帅 这是不是刚才那个暴击打的啊 暴击可以发解小兵 觉得雷玉是一个可造之材 来看一下现在能力怎么样 统帅是有能 而且资质是有望 有望应该是八十多 武力现在不太行 智力政治都是平凡 但武力的资质还挺高的 达到了卓柱 那应该是九十多 再往上应该就是杰出了 好的那当然还是由我们 由朕来亲自指导 方针公亲 来吧我会好好培养你的 魏军又向天水进军了 狐猎跟许怡从长安出来了 一对追行一对宴行 那等于说魏国是同时从三个城出兵来打我们天水 还好上回合我们已经全歼了来犯的枪兵 枪大王就没再出来 前几个月被我们干了七八万人 估计有点处了 那咱们这些部队就赶紧回城 然后咱们可以在段谷这个地方建一个箭楼 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好 箭楼有射台 可以覆盖天水两个方向 到时候不管是枪兵还是卫军过来 应该都可以射得到 箭尼方向刘骏这是跑了 但他这个宴行阵根本跑不快 我们就追到底 他队里面九千多伤兵一定要吃一口 王抗刘臣蒋险再拉出来五千 直接往死里打 杨继对刘骏又发动了火线 又混乱了 然后罗线紧跟着一个奋斗 2008 好吧刘骏已经全军覆没了 北帝王没赶上 看天水方面 这人已经过来了 枪大王他又出来了 哇 这么远都能打到吗 直接对我们发动一个骑射 打掉一千七百多人 这个时候刘善等人 可以传授战法了 看交点什么 深山修行 这几个话我觉得 一上来还是先从简单战法开始 咱们打好基础 来师父先教你一个最简单的 看你能不能学会 教了个啥呀 教混乱 我们也不会 那现在南方我们终于是安全了 南蛮大王很给面子 没有出兵 那咱们赶紧把人调回去吧 天水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了 西边是枪大王率领的四万枪兵 东边卫军的先锋 胡奋已经到了卫水边上 胡奋之前是吃其将军 上一次天水之战被我们俘虏了 放回去以后也没被降职 又当上吃其将军了 紧跟着后面就是一个 征北将军邓钟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他邓钟跟胡奋都是站的前锋位置 这个位置可以跟我方的前锋触发单挑 但这两个人武力都不低 邓钟武力86 胡奋武力82 我们除了将尾以外 其他人还真顶不住 傅千武力84打胡奋还行 打邓钟真没把握 那不如这样啊 反正奋训我们已经学到手了 这个铁机的孤朵不如就赏给傅千 这样武力加二来到86 单挑能稳一点 来吧 我们就赶紧找个人啊 快马加鞭 把这个铁机的孤朵送到天水前线去 这个是当年蛮王沙摩科的兵器 现在赏赐给你 希望你也能继承先辈的一致 那现在傅千86的武力相当能打了 全国都能排到前五了 而且也可以用奋训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东西两边我们先打谁 那刚才看了一下 西边的三队枪兵 我们都可以尾报 东边邓钟跟胡奋也能尾报 那我觉得还是先打东边 因为卫兵打完这波就没有了 但是枪兵他是会一直来 打回去他还来 我们就集中兵力先吃掉胡奋 左边三队尾报一下 然后张义可以给胡奋上个搅乱 胡葛瞻去尾报洞中 咱们这个回合就把胡奋先放下来打残 好的我是给大家又封了一下关 可以多带点人 姜维跟赵广宁随是带骑兵 姜维自己先锋 二弟子蔡湘华带上傅千 两个人都会奋训可以联动 董绝再来个陷阱 廖化跟张尊再来一队 两个都带奋斗 最后是霍毅 他的步兵战法只会一个奋战 威力跟连奴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干脆让他带连奴 用机行阵 这样容易处罚狙击 咱们争取把对面射伤几个 来看一下战斗 就在这个时候 南蛮军向蜀军宣战了 那先不管他 咱们就看天水方向的战斗 好的左边都尾报成功 都跑回去了 右边 胡粪被搅乱 已经变成了无阵状态 而且城里面还在对他扔石头 好的上来 张尊廖化先对胡粪发起了奋斗 这个伤害应该不错 四千多 廖化又来了 又发起了奋斗 这九十多岁的老将了 还在坚持奋斗 又是将近三千人 胡粪这得只剩一万人了 宁随赵广又是突破 又是三千多 获益发起连奴 能不能狙一个 好吧 没有狙到 这一个回合 胡粪被打得只剩两千六百人了 这个时候 刘善等人 这个回合是在灌鸡汤 一定要努力 多跟你二师姐学学 到了下回合 看一下剑宁方向 南蛮大王率军四万 其实这个时间点有点尴尬 因为这已经九月下旬了 下回合就可以收钱了 剑宁是有一千五的收入的 但是既然战略已经定下来了 那咱们也别心疼这点小钱 直接撤就行了 来给凡剑封个关 然后三万多人直接撤向云南 再看天水方向 胡粪只剩两千六百多人了 而且是无阵状态 旁边合针也来了 推着一个井栏 一万九千多人 那咱们就调整一下目标 直接去打合针 几对枪兵就继续尾报 但是有一对枪武将尾报不了 那只能先放进来了 我们可以把天水没有任务的武将 先转移到断骨 这样如果天水进入交战状态了 我们可以从断骨继续对他们用技 我们的剑楼发威了 对合针发动连射 一千五百人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剑宁被南蛮大王攻下了 蔡湘华对合针发动奋讯 两千六百人 合针也还了一个骑射 打他九百 董绝对合针发动火线 哎 这胡粪 我跑了 最后一百多人 胡粪被石头给砸死了 他没跑掉 来又可以传授战法了 参加教练跟传授知识 不想参加教练 因为咱们的物理戏兵法还是可以的 来试一试 诶 怎么 这个应该是教了一个我会的战法 啥呀 连弩 这个你就要好好反省一下了 师兄师姐都能学会 就你学不会 到了十月份 南蛮大王把剑宁打下来以后 自己就回去了 剑宁就变成了空城 但是内证值还是保留了 回头我们可以把他站回来 就等不快换季的时候 然后咱们的重点还是天水方向 上回合和珍已经被我们打残了 还剩一千多人 但是呢 有一队枪武将 是攻到了天水城下 天水变成交战状态了 就干不了事情了 还好我们断骨剑斗里面有人 可以继续把枪大王他们委报一下 天水城里面大将是讲书 这个人当大将有点不放心啊 不过还好啊 我们从见您赶回的人 再有一天就可以进城了 到时候太守肯定会换人 而且我们现在形势这么好 相信蒋书将军能看清形势 再看一下东边啊 这邓钟怎么跑到这个地方了啊 刚才我记得他应该在这儿吧 是去天水的 可能是迷路了 城外这几队目标再改一下啊 改成这个枪武将 咱们就争取每回合集中兵力灭一队 胡渊也从剑斗里出来了 这个合合我们成功剿灭了 合真跟枪武将现在已经开始跟邓钟交战 邓钟上来就是一个突进 2400多人 看一下小兵 这有回合连弩终于补考考过了 来看一下现在成果 全都是不张 反过来也说明啊 我们还有非常高的上升空间 邓钟还有一万三千人 但这两队不太好搞 反正我们就直接出战吧 把枪大王他们先尾报一下 然后就编组部队 二徒弟拉出来一队粪训 然后杨继 罗宪 霍益 王抗 全都出征 来看一下 料化张尊对邓钟发起了奋斗 打掉三千人 然后枪大王已经尾报好了 张尊又一个奋斗 又是一千九 杨继对胡渊发动的血腺 胡渊陷入了混乱 罗宪来了 对邓钟发起奋斗 两千多人 哦 这是胡渊是受到了援助 现在恢复正常了 狐猎对天水发动骑射 打掉九百人 但是宁随马上对邓钟发起突破 一千一 哦 邓钟已经被剿灭了 然后二弟子蔡湘华 对胡渊对发起奋讯 两千六百人 毛泽也来了 对胡渊发起奋斗 胡渊已经被剿灭了 这个时候刘善等人 又可以传授战法了 这个徒弟好像还没学到什么东西 干脆我们发扬无为 无为而至 你就自学 雷狱借由刘善的指导 抓住了攻心的诀窍 还抓住了混乱的诀窍 陷阱 天哪 做得好啊 令我深深佩服 刘善还学到了攻心 厉害厉害 南蛮又向云南方面进军了 那云南这边咱们还是撤吧 咱们大王估计下回合就走到了 咱们就撤向成都 但是太子刘玄先不要着急 看我们太子武力52 空武有力 那你就帅精兵4000 反攻剑宁 别一会儿让东吴给占了 天水这边就剩一队狐猎了 他还有一万七 那我们所有部队就全力围攻狐猎 这狐猎被围的水泄不同 廖化劳当义壮 对狐猎发起了奋斗 1700人 杨继对狐猎发动火线 王抗对狐猎发起奋战 又是1400 我罗线也来了 发起奋斗 好的狐猎已经全军覆没了 怎么廖化中了伪报之际 我们正好回去啊 到这个月底 我们的云南又被南蛮大王攻陷了 这个时候刘善等人 又可以传授战法了 上回合我们发扬无为 感觉非常有效果 这回合不如再来一次 继续自学 这次不行了 学不会鼓舞 这样一来 我们天水保卫战取得圆满成功 最后一个许仪到现在还没跑到 他也不敢过来了 已经开始向武藏元进军了 枪大王就接着尾报 然后咱们先修整一下 恢复一下伤兵 顺便等咱们三徒弟出事 好的 太子刘璇又收复了剑宁 哎 刘善在峨眉山中遇见了佐词 哇我们在峨眉山爬山一年多 终于遇见佐词了 问我想不想学习仙道的奥妙 只要五百两就传授给我们 那当然是答应了 好的这个你拿去好好的研读吧 付出资金五百两 得到顿甲天书 这个是黄浩 因为我们搜天书一直没搜着 所以就找到跟班一起去 就他这次也有收获 在峨眉收到两块钱 来看一下刘善等人 这个可以传授什么兵法 三个选项考虑一下 要不然来一个铺设吧 铺设有可能是学会 有可能学会智略 工程是不是也有可能啊 不管了 随便蒙一个 三短一长 但是这个队长肯定不能选 我们就选择选B学习铺设 来 哎 这个破线 我们是通过宝物学到的 可能自己还不是很熟练 想教人还有点勉强 枪军正朝天水的 断骨剑楼方向进军 来看一下 顿甲天书 也是一本奇书 智力加六 而且战法妖术 这个妖术我们已经会了 枪大王已经被我们 尾报回去了 枪武将我们就随便打一打 非常轻松 然后太子刘玄已经反攻剑宁 我太子又回来了 但民心好像降了一点 不过没有关系啊 咱们先争点士兵 张尊学的奋斗 之前他那个奋斗是神毛袋的 现在自己学会了 到了11月下旬 这倒入第二个回合了 只有两次机会了 看这次有什么 这次几个选项 感觉并不是特别理想 锻炼弓术的话 我们连都已经交给他了 前两个都不会 但是学习困难兵法 跟学习医术 这个确实成功几率太低了 那干脆我们还是继续学习铺射 来 石兵 最后一个回合 这个回合没让我们选 自己教了一个奋讯 好的好的 学成兵法了 这样一来 我们三徒弟雷狱的指导 也已经结束了 来看一下 智力能力优秀 对我们是学会了 谋略的全部兵法 那发表一下毕业感言吧 这毕业感言一看就是抄的 跟二师姐说的一样 来看一下吧 统帅74 武力60 智力84 政治72 你这个人怎么忠诚度这么低啊 他可能跟我们相性不是很好 哇 兵法方面 步兵战法全部齐得 然后弩兵会骑射会联弩 攻城会锦拦 谋略系全都会 策略还会一个辱骂 南蛮大王又来打剑宁了 枪又向断骨剑炉出兵了 雷玉这个相性怎么是31啊 魏国相性 但是智力确实非常厉害 84在我们这边仅次于江维 可以排到第二了 在全国那是数得着的了 能上排行榜了 跟张华一个水平 哦不对 张华这是有官职加成的 哇 那我们三徒弟 其实是跟杜玉一个水平 那再给你封个官吧 封你座光禄勋 智力加四 顺便还可以提一下中城 别跟你大师兄一样跑了 我们现在也不差钱啊 反正开了优化 钱太多了还会有收入惩罚 咱们该花就花 剑军方向 这南蛮大王又来了 太子刘玄 就再撤往云南 咱们就在这边啊 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跟这个南蛮大王绕圈子 天水这边这些枪兵 我们就慢慢打 慢慢学了他的兵力 啊啥玩意儿 枪军向卫军宣战了 枪大王 他去打龙溪剑楼了 哎呀打得好打得好 这个龙溪剑楼 现在连个守将都没有 本来我们还派了两队 想把他打下来的 结果枪大王自己就去了 枪大王被尾报回去了 这个废物 在城里面又冲出来 两队枪武将 龙溪剑楼这边 卫军也是在不断增兵 到了下个回合 两队枪武将都已经被尾报了 但是枪大王又跑出来了 目标还是龙溪剑楼 那现在他们城里面 只有一个人了 这是我们的大好机会 我们现在天水有15万人 不如就趁枪军和卫军作战的时候 直取枪军老巢 天水离枪有点远 那就皇权将军 先到乌鼠山这个地方 造一个剑楼 因为新的优化里面 他不让剑阵了 咱们就选一个耐久最低的 节省时间 那剑楼建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这里出兵 好的 枪兵果然是没有出来 因为他就剩一个人了 他要守城 不会出来迎击我们 云南又被南蛮大王攻下来了 没关系 我们继续游击 好的 这个乌鼠山剑楼已经开始剑了 那我们再给大家封一下关 把天水的兵都带出来 行军的时候 选一个中继点 到这个地方 就名为前往断谷 实际上是向西 等剑楼建好 就可以直接进去 那这个兵 我们也不敢全都带出来 因为卫军在安定 跟武藏元 也集结了不少兵力 那这样啊 正好我们之前在南中的部队 已经都回到了成都 现在也有三万多人 那我们就自己 我们皇帝能带六万人 最适合搞运输了 我们就把这三万人 全都运到天水去 哎 强大王 这尾报还没好 你顶住啊 赶紧醒一醒 这个时候 我们太子刘璇 开展游击战 是重新占领的剑宁 哎呀不好 强大王被尾报回去了 有可能会出来打我们 哎 强大王他没出来 这边还有两个枪武将 好的 枪武将恢复了 乌蜀山剑楼建好了 我们其他部队正好走到附近 下个回合就全部入城 哎 这是什么情况 他强大王又出来了 但是他往东走了 他又去打龙溪剑楼了 简直是天助我也 好的 我军的部队都已经进入了剑楼 兵力达到了十四万五千人 终于到了公元二十五年的四月份 我们十五万军队 二十多元武将 已经全都在乌蜀山集合完毕 刘蜀的运输部队也快到陈仓了 天水方面暂时没有敌人 但我们也得防一手 这个时候枪大王他们已经攻下了龙溪剑楼 现在开始回城了 但是呢 我们也赢得了宝贵的集结时间 那我们再给大家封一下官职 战法方面 大家有混乱上混乱 没混乱上攻心 这一战一定要把城给混乱住 三弟子雷狱的换术就往前排站 阵型方面就是冲车加投石 十代不行就上个宴行 一共十对 所有人不许撤退 因为你撤也撤不掉 就全都奋战到底 那现在我们就冰出乌蜀山 好的战斗正式开始 对面出来了两队枪武将过来迎击我们 上来对霍翼发起突击 损失两千多人 但是霍翼马上发动连弩进行反击 一千六百人 我们不要管他的迎击部队 第一时间去贴近城池 枪武将又发动了突击 这次是诸葛瞻 一千九 李球对枪武将发起了攻心 枪武将变成无阵状态 料化趁机发动连弩 打掉两千三百人 看看我们能不能贴城 好的这边有人靠近城池了 枪武将对张义发动连弩 两千三百人 但是我们应该是已经开始攻城了 王抗对枪发动连弩 一千七 蔡湘华 我们的二弟子 对枪发起了混乱 枪陷入了混乱 漂亮 外面还有对枪武将 但是我们在乌蜀山留的也有人 黄虫直接把他尾抱回去 天水的天章 还可以对霍翼救援一下 枪现在是混乱状态 什么都干不了 也没法出来迎击 甚至无法对我们造成伤害 只能干挨打 就和他来看一下 毛九对枪发动连射 打掉两千 霍翼又发动连弩 把他这次打到枪武将身上 又是一千五 枪还在混乱 好的我们原兵已经到了 张尊又发动连弩 又是两千 枪恢复了 枪武将和李球开始了单挑 坏了我们李球好像武力不太行 完了直接两个大招 李球被砍倒了 身受重伤 能被救出险境 凝随又发动连弩 怎么打的都是枪武将啊 好的 狐忌对枪发起连弩 我们现在关键是要把他混乱掉 哇枪武将来了 对诸葛战发起连弩 打掉两千人 雷玉 我们的三弟子 发动了幻术 哇直接两万人没有了 但是这次没有能混乱掉他 还在对我们连弩 最后料化又来了一个连弩 两千人 枪的耐久还有四百多 那咱们赶紧救援一下 诸葛战已经被打回去了 那你们就去添水啊 再玉鸟人过来 开了优化以后 这个城会非常硬 我们一开始伤害不高 但等他耐久下降 我们伤害会上去了 继续开战斗 这枪武将他们又出来了 上来就是一个突击 一千一 将为对枪武将发起混乱 就打歪了呀 枪大王突击我们的二徒弟 又是两千多人 刘臣对枪武将发起攻心 对面陷入无阵 父亲瞄准破绽 发动连弩 这对枪武将被剿灭了 张尊又对枪大王发起连弩 一千两百人 我们二徒弟好像有点撑不住了 陈寿对枪武将发起混乱 这怎么都打歪了 王康关仪对枪发动连弩 一千五 然后枪又还了一个连弩 枪大王就发起突击 但是我们赵广 抵挡了他的突击 不愧是赵云的儿子 将门胡子 冠一来一个连弩 九百人 要伤害下来了 张义队也溃灭了 江维也抵挡了战法 内九还有三百五 南蛮大王又来了 太子刘璇就继续打游击 前线我们就拼命救援 然后再来点尾报 把他们都尾报回去 好的胡记发动连弩 一千一 罗线也来连弩 一千七 枪武将还了一个 我们连弩不能挡一下吗 哎 枪武将向廖华发起了单挑 哇我们武力没他高 廖老将军年纪大了 打这不行了 这最后一招 哎呀 廖华也被打伤了 关键时候 雷玉又来了一个幻术 剑宁被南蛮又打下来了 枪大王被尾报回去了 还有机会 毛巨发动连射 1024挫了个掌 陈兽对枪发动了混乱 枪再次陷入混乱 这城防应该是已经撑不住了 江武维再次发动混乱 宁随看准破绽发动连弩 哇这是关键一乱 正好回合结束 枪的城防已经变黄了 枪武将也被我们毁爆回去了 太子刘璇又反攻云南成功 好消息 毛巨对枪发动连射 这个时候其实兵力都已经无所谓了 对面的耐久撑不住了 破翼又发动连弩 1700 枪武将对廖华发动连弩 也是1700 耐久还有最后100多 97 廖华也撤退了 但是耐久只有66了 雷狱又对枪武将发起幻术 我们的好徒弟啊 枪武将又混乱了 枪的耐久只有最后51了 那应该就是这个回合了 枪武将又发起了突击 但是已经没有用了 付钱赵广发动连弩 1300 最后时刻 姜维又来了一个混乱 终于 姜维攻下了枪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奋战 我们终于攻下了枪 也等于是迈出了 彻底平定西域的第一步 这个时候枪武将来求关了 这个其实这个样子啊 我们在优化里面 是开了一个蛮族灭亡 武将不会消失 而会变成那种普通的武将 这样给后期剧本 可以多一些武将的数量 但他们来了以后 肯定也用不了蛮族的阵型了 都只能用我们普通阵型 枪武将说 刘善大人 请让我追随您吧 这就是我们平定西域以后啊 这些枪人 还有西域的人 都纷纷被我们大汉的威德 所感化 开始加入我们了 武力78 统帅75 非常好啊 那自然是答应了 希望你一展所长吧 看一下枪的情况 城里的内政都已经打空了 我们损失也是非常巨大 出征的时候15万人 加上援军17 8万 现在打的只剩一半了 但是呢 我们已经彻底稳定了后方 而且吃到了13万多的伤兵 那这些伤兵恢复以后啊 就可以重新投入到 北伐的作战当中去 而且这样一场大战 肯定也会发掘新的人才 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后面的事情就留到下期再说 马上过年了 这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